新北市有一名父親 今天凌晨的時候報案 因為他發現16歲的兒子 竟然是偷開自己的車溜出去玩 而桃園警方在下午發現這輛車之後 就立刻保持安全距離 而且一路跟著他開到大溪 這一名少年驚覺後方有警車 遭到藍庭之後沒有停下來 竟然試圖要衝撞警察加速逃逸 最後在過彎時 因為驚慌摔入山溝 車上五名少年當場被逮捕送辦 警方獲報車輛失竊 在桃園山區發現髒車踪跡 蜿蜒的山路上展開了警匪追逐 眼看前方有警网和熱心民眾守株待兔 想不到白車竟拒絕停下 試圖衝撞後又加速逃逸 偷車賊貼了心不想就待 只剩一名騎機車的原警苦追 已經被甩開看不到車尾燈了 劇情又急轉直下 嫌犯車輛竟然出現在對向車道的山溝 原來是連續彎道後 腳車失控暴衝 自撞洗溝 結束了警匪追逐 一車五人無處可逃 趴在地上乖乖就範 其中偷車的是位16歲少年 離譜的是他偷的竟然是老爸的車 12號清晨開走老爸的車 在四名好友去兜風 父親報警抓人 這下不只被警方抓到 還把他的愛車撞爛了 立即進行尾隨並護轎支援 該車駕駛發現原警馬上加速逃逸 行駛間不慎打滑日撞山壁 陷入側溝中 原警將車上人員逮捕 依法以請偵辦 索性這場警匪追逐 沒有傷及無辜民眾 只是16歲的少年不學好 偷車載朋友去拉風 聚簡之外還把車開進山溝 回家之後父子相見 氣氛恐怕非常尷尬 記者桃園綜合報道 記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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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